剛才我以為自己是生日 為什麼 因為剛才去break的時候 你們兩個衝出去的感覺 好像是過了一分鐘 拿生日蛋糕 就會捧著蛋糕 因為很少燈 我過了直播室 兩個都走出來 他發覺我 因為你把彩池丟掉出來 我們當然要查一下彩池才下注 我就跑跑到Fanny那邊 Fanny Fanny 現在記得他 然後他很冷靜地看著 幫人報 我都說的 怎樣 賭不賭 不賭 怕嗎 你都覺得成不了 你問你報 問也有吧 問也沒有 你是不是覺得成不了團 問也沒有 沒有了 大阪就來問問你了 被蔡先生推了去死 我只是覺得會令我不會再參與任何的活動 賭就不賭了 但我繼續呼籲大家支持 打給Fanny 不要搞我了 你暑假都去旅行 七八月 九十月是比較難的 在安慰人方面你不夠平時的轉數高 因為他都不安慰人 他串人 他從來都不安慰人 是比較難的 大家不要擺心 不要擺心 不要緊 遠的人不去你就去破邊洲 八月十九日去破邊洲 你帶破邊洲 十八日和阿亨來一齊 我發誓今次不成團 我以後什麼團都不帶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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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完破邊洲 都一定要去馬來西亞 我都說不要搞我了 為什麼不問我這麼久 扔著兩個團 我最怕就是那些東西 扔了出來之後 很噁心 明知道都扔了頭 今天有一個新聞 現在蘋果經常做一些主動出擊 但是這個故事 我今天看完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很多酒家都是這樣 不過他剛好拿了這間出來 叫做報道 放蛇 你買了海鮮給你 將那些位 應該排隊的 拿醜 很麻煩的 例如逢星期日 大時大節 母親節 父親節 因為有人向蘋果投訴 或者叫他追 他們經常的部長 自己醒桌給熟客 當然是這樣的 不是一直都有的嗎 四十年了 原用了 每天都是這樣的 那些熟客過年 就給大利是的部長 過年 都是這樣的 周時 你們是不是這樣想 什麼叫繩 不是給貼士叫繩 是你見到老人家的手 好像很鬼祟 但其實很張揚 放一塊水 或者五十元 夾著手掌心 然後就沾給部長 又好像很神秘 但其實很張揚 拿了那張十元 我想香港 十間有九間 都有這些 給熟客行先 那些 食先的 不是制度 行先吃先嗎 不是行先死先 是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 很多年 你們記得嗎 你在廣武上上班 有一個叫半溪 你記得嗎 有一次 那時候這麼近 就來不來喝茶 排隊 拿了票 突然之間 那個女部長 帶了幾個 跟他打招呼人進去 我應該下一張 我就問 部長 你先給人 他訂了 當然不是 他是D100的忠實粉絲 很多年前 他已經本成了這個 講真話 他說 我是朋友 你也先給朋友 這個部長 這個女部長 沒有啊 有道理 給你也會 他是我的朋友 他連騙都不騙 他說是我的朋友 給你也會 教徒 教徒 不說真話 我可以走後門 不可以說話 現在就在朝光春放蛇 又見到一些人 在哪區 朝光春 沒有什麼關係 大埔 大埔 大埔中心 大埔 新達 大埔破車站 有些人不是正常坐在門口 拿張票 站在一旁 部長就坐在桌上坐 幾個都是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 這些哪些新聞 全香港很多酒家都是這樣 我想多又不是 十成左右 是不是 當然 神經病 我記得 因為我好日都不會和家人喝茶 我也不會 說真的 不是這樣說 以前我爺媽媽上載的時候 還沒離開的時候 我們都很想去老人家喝茶 但到後來他們行動都不太方便 都少了 但以前有老人家在家 就很流行茶 就真的 最年輕的就是拿桌 等一個多兩個小時 就是我這些 有些真的等兩個小時 是啊 又不和等都餓 就去拿桌 但因為太久沒有 我也不知道 但內不時 都很溫善 跟家人喝茶 明明是吃晚飯的 如果傳入活動就喝茶 我都試過找地方 我不是大口 絕對不是 但是 有些錢是要花的 就是什麼 在那一刻 就算我平時知醫宿吃都好 我也寧願給多些錢 去找間完全沒有人去的 因為那些東西貴 不用等 寧可這樣都不去排那些東西 排那些東西 除了排之外 我經常覺得還要受氣 是不是 就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就是受氣 我已經在排隊了 我還要給你打尖 這樣才是受氣 其實是打尖 其實是打尖 但沒辦法 這個真的 我估計大部分走家 都是這樣 你又不敢和那些部長 市應吵 你不知道吃什麼 一定 避體蝦餃和避屎燒賣 千萬不要吵 還有口水鳳爪 或者這樣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好像很壞 你有一個辦法 就是加入那邊 打招呼師和阿姐 跟著阿姐 可能新年會風 例事他 讓他記得你 就是這樣 但那些是之前鋪下去 要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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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立刻可以有 我沒有試過這麼功力 立刻要跟他打關係 但這些真的很常見 我就是覺得 沒有辦法 還有那些阿姐 那些阿姐 又要賣那些 有位置的賣種 賣月餅 因為他要賣月餅 月餅就快來了 那些 你還不扔回他心口嗎 平時經常給桌子 陳太太 你平時這麼快給桌子 起碼跟我吃五盒 其實只有一條數 所以在香港 那些人經常有句話 在香港做什麼都不窮 真的不窮 喝茶都要跟錢掛勾 好玩法 是很不公道的 你打算不斷排隊 認識人好過什麼 認識子 認識人好過認識子 一定是 酒樓喝茶都會 我打算告訴你 只會越來越差 同意 你當我歧視 在這個位置 但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我當我人生四十年的經驗 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去酒樓 你會慢慢發現 多了 可能是新來香港不久的人 是去從業的 對不對 口音 先生有什麼 那些淡仔那些 那些阿姐 那些也有 事應也有 再遲多幾年 這一班的事應 就會升上去做副部長 部長 他們的慣例就是這樣 他們的慣例就是 你肯花錢 你肯跟朋友 有查錢 他就什麼都敢死給你的 他完全背負全世界 他都不會負你的 他都會什麼都死給你的 所以那個情況 只會變得更加嚴重 我覺得 一定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被迫要走暗道 我們不用正途 正途就要等位 要不改食西餐 要不就連燒賣蝦餅都自己 又是這樣的 你說街上那些等泊車的位置 你等不到 你交給那些 站在旁邊的泊車幫 那些泊車幫 但你是不是被迫 終於一天大家要這樣 我真的很賤格 所以我經常沒有錢剩 我寧願去拍最貴的停車場 我都不會給你拍的 不是因為我怕什麼 我就是不想這樣做 就是縱容了整個生態 沒錯 我就是不想這樣做 但你由飲茶到泊車都是 那你就等 他全部都給你熟客 你不加那個熟客行列 你不加那個熟客行列 你就拿票 你就等一小時兩個小時等 真的 可能你要選一些貴一點 沒有那麼差的制度的地方 如果每個人都覺得 那不要了 為了生態環境 不要變成這樣 我全部拿來做 這樣就會好一點 但沒有 如果每個人拿來做 就是最好的 但最慘的就是 拿來做一定是少數的 一定 對 還被人笑愚蠢 一定是 愚蠢 他今天的機制 好害怕 這一部分我不害怕 因為我們剛剛 星期三玩遊戲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 他今天 沒事熟頂天 吃了 今次吃過熟頂天 我未停過 這個星期未吃過熟頂天 吃到滑了 所以那些效力 沒有效力 要加碼才行 你來我醒醒 我們今天玩什麼遊戲 玩回同一個人 因為他昨天出的尾音是 Yo 我馬上問他 我馬上問他 那你的尾音是Yo 我唯有就No 有很多的 No和Go 有問題 對 我昨天看了很多不同的新聞 有幾個是講香港的 話說我看到一個其實挺有 我興趣去研究一下 話說有個空姐 研究空姐嗎 對 一聽到空姐的精神 當然是 他就投身了一個新的行業做老闆 他就給了50萬出來開店 其實你在香港 如果大家知道 香港如果開店 50萬 是很難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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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用50萬 原來現在 我已經 什麼區 他這個 沙田 金屍附近 這個就是空姐嗎 這個就是空姐 視像那個 對 也難怪他要轉定行 其實他應該轉行 他比較像馬姐 我告訴你 現在每放愈嚇得很厲害 每放愈嚇得很厲害 真的 空姐真的是這個 不好意思 我們不可以戴著 我們不可以戴著 我們以往 頭頭搭飛機的時候 那個感覺出來的 是 完全不同的 空姐和港姐有同一個 港姐也是這樣 是 港姐也是這樣 港姐也是好 這個空姐 原來現在就出了一個新行業 其實在外國已經很久了 香港是兩年左右 你在Ogenadison都見過 就是那些 二十四小時 沒有人在這裡 自助的自動洗衣店 有很多洗衣機 你自己買你的洗衣品 或者裡面都可以按 然後你就入錢 入錢之後就洗衣服 洗完衣服 用乾衣服 這個行業現在在香港開始流行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流行很久了 因為香港人很難擺到洗衣機 更加不要說乾衣機 但是香港浪衫很麻煩 但是香港的氣候很濕 你浪衫很麻煩 經常浪到噴噴噴噴噴噴 還有那些屋苑的設計 你洗完衣服出去浪 頭髒的 因為樓上會扔東西下來 絕對是 還有你最近的天氣 我包你 浪一個禮拜 這衣服還是噴噴噴的 所以我家是用乾衣機 我也是 我怎樣壓折都好 我都要壓折乾衣機 沒辦法 知道他收多少錢嗎 他十皮而已 不是啊 十元洗衣服 十幾重 一機 很划算 那你就要自己帶 我們沙田搭車 當你自己帶也划算 沙田近你家 沙田近你家 很划算 但他家這麼大 他有七部乾衣機和八部洗衣機 其實以前那些laundry的地方 有一種叫磅洗 你有幫襯過嗎 有 磅洗也是一個可以 我當時沒有洗衣機 我經常洗完衣服不適合穿 對 他有時候塞了人家的衣服 你有沒有試過 洗完衣服熟了 送人家的內褲給你 乾衣機一定會縮的 沒有辦法 但我家裡如果有 我不用幫順你 我幫順你 然後出外人家的衣服穿一次 不適合穿 這樣很麻煩 這個也可能會是 這個 不是 真的好看你自己懂不懂 我家用乾衣機 它有很多格 沒錯 就看你怎樣去用 不要調到這麼熱 開頭 最初 頭那兩層 你就調到 溫度最低 然後就直接 再慢慢上去 一個熱一點的溫度 這樣就沒有那麼容易縮 是啊 大人三變同裝 我試過經常 而且漂亮的質地 是縮得很厲害的 羊毛 那些一定要手洗 Cotton 那些是縮得最厲害的 那些一定要手洗 但是 沒有辦法 你在香港真的要這樣做 我覺得他五十萬叫 如果有一間這樣的店 好在好在什麼 做生意的人就知道 我不用聘請人 或者我要聘請的人 那個人都不會跪到去哪裡 我自己有空下去 還有他二十四小時開著 他不用 不用立空做夜晚 對 他全程都在撿來 你知道嗎 我在台灣見過一個店 我都想其實這樣不錯 那個就是舊式的方法 就是那些扭蛋機 你知道那些嗎 我懂的扭蛋機 也是這樣 整個店是日常來的 沒有人的 只寫著 如果需要援助 或者機器壞了 你打這個電話我就會來的 但是他沒有人的 整個都沒有人的 總之你入錢扭扭扭 走的 那扭些什麼出來的 扭些半句出來的 對扭些半句出來的 你以為呢 扭些什麼 扭些雞蛋出來的 扭些什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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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蛋機 收錢的 你想想想少了多少個 沒錯沒錯 少了八成 全部都是扭 扭和信用卡 對 那不需要再洞人在 這個也是 但我覺得真的很適合香港的生態環境 如果 但問題就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你 在洗衣服那段期間 你搞什麼 我如果是他的 如果這件事真的是槍盛的 看手機 我就不如在這些洗衣店附近 找些東西給他們玩一下 如果還是以前 打機 對 以前如果有機鬥 通常這個位置是什麼 但現在那個手機出來打 對 你應該是吃吃吃吃那些東西 即 在手機裡有什麼可以讓他玩 知而此類 在附近 即有些什麼可以讓他在那裡買一下 但這個 如果50萬 就已經開了店 做到老闆的 我覺得OK 他兩年半翻本 每個月就兩萬元 兩年半 他計算了 兩年半翻本 即是剛剛開的 開了沒多久 我覺得OK 如果你以投資這樣計 好過買年金 真的好過買年金 買專型權 而且這樣不辛苦 因為他都不用 對 他還可以繼續做他的空姐 不辛苦 因為 你做的飲食業 你還要站著媽媽 不認得全人在招呼人 你50萬他買專型權 他有專型權的人 就會來幫你搞 他是一間Franchise 他是一間71洗衣店 不是他的 他是買回來的 Franchise 是不是這個意思 Franchise一定是買回來的 我知道 現在他這間不是Franchise 他Franchise 他就是Franchise 然後你想想 別人定期來幫你維修 保養那些機器 那些機器是別人搞了 自己不用 50萬 是Franchise 是不是值得 是值得 如果你以投資來計 你不要說 我只買了 我最好投資 你夠不夠錢買 如果你只有幾十個 你原來可以這樣做 好像多一份工 就是多一個收入 如果你有50萬閒錢 你就可以來做這些 不錯 他真的多了一個收入 我覺得這個 要想想 如果你不夠50萬 那些錢就拿來報我們的團 快點打來 Fanny 我們要馬來西亞團 我放棄了 我不會再說 不夠50萬 我不會再宣傳 22981997 有位聽眾可了解 2971998 有位聽眾可了解男人 他說男人發誓 你都說 雖然我這樣說 但我一個人有件事 我講得出來 一定做得到 Fanny OK